mate 好 这个字呢 只有一个母音 a 整个字呢 只有一个音节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mate mate 那mate这个字呢 是个名词 可属名词 我们中文呢 就翻成伴侣 那你看到英文解释是 a partner one works with 好 一个人跟他一起工作的 那个另外那个伙伴 那个英文就念成mate 我们中文就翻成伴侣 但是同学呢 各位有没有印象呢 我们国中学过一个字 那个字呢 就念成 在教室里面的伴侣 那就是同班同学 同班同学我们英文念成classmate 以后你上大学了 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头 有所谓roommate 就是所谓的室友 那当然呢 还有所谓的同校同学 我们英文就可以把它叫做schoolmate 那像类似的这样子的 都是在后面加上一个mate 学校的伴侣 教室的伴侣 跟房间里面的同伴 那么这个字我们就念成mate 那我们直接来看例句 Tracy and Maggie have become best mates since high school 好 他说呢 Tracy跟Maggie have become best mates 好 就是所谓的最好的伴侣 好 他们呢 常常形影不离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since high school 那因为有since字宠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搭配的时代呢 搭配的所谓的现在完成式 好 那mate这个字呢 除了可以当作所谓的名词伴侣之外呢 其实它还可以当作动词 当作动词呢 就指动物呢 之间的交配 我们英文呢 也是一样 念成mate这个字 好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第一个例句 Many animals mate in warm seasons 好 他说许多的动物呢 它会在交配 在什么时候交配呢 会在温暖的季节 in warm seasons 好 我们看当作 记录动词时候的例句 The crazy professor tries to mate an eagle with a horse 好 他说呢 这个疯狂的教授 他尝试去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mate A with B 把A跟B拿来交配 那这边呢 ego指的是老鹰 horse 指的就是马匹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念成mate 名词伴侣 动词交配